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 我们将带您穿越时空 探索古老中国的神秘历史 在女妈之后 三皇五帝统治着这片土地 塑造了中华文明的道德基石 让我们一起揭开他们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载 首先 让我们认识一下三皇 传说中的先知和文明的引导者 碎人士 传说中 教人钻木取火 用火的智者 他为人类带来了文明的火光 开启了一片新的天地 接下来是福西市 传说 他教导民众结网 进行渔猎和序幕 他的智慧为人类的生存 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最后一个是神农士 被尊奉为农业和医药的奠基者 他教人们如何种植粮食 同时也是医学的奠基人 现在 让我们深入了解五帝 这个统治时代的杰出领袖 史记记载 五帝之首为皇帝 他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最后打败吃油 统一各部落 同时还发明了指南车 相传 专须是皇帝的孙子 是九黎的首领 他承载着一族的荣耀 引领着人民走向繁荣 相传 库是皇帝的曾孙 专须的侄子 他以睿智的领导 为人民创造了安定繁荣的时代 相传 帝库死后传位于平庸的治 于是 各部族首领纷纷被离治 而庸立遥 遥的时代 是农耕时代的高度发展期 并是道德观的开始 最后一个五帝是顺 他的时代 是农耕时代的高度发展期 并是道德观的开始 他为人民树立了榜样 成为古代中国的楷模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三皇五帝 他们的故事 如同一幅古老的画卷 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无尽的力量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与我们一起继续探索古老而神秘的历史 下次再见